侯墨家的垃圾规则 谁最后一个抓满谁就要去倒垃圾 为了逃避劳动 他们疯狂试探垃圾桶的极限 只要还没溢出来就不算装满 垃圾逐渐堆成了行为艺术 连一根香蕉皮都挂不上 巴特微微一笑竟然用定书机作弊 第二天侯墨发现连一张纸都会让垃圾崩盘 他把包装纸回收利用当便利铁 这是比拼耐心与智慧的时刻 千万不能认输啊 侯墨咒骂时运不济 但规则就是规则 他要把垃圾倒了 门外的垃圾车刚好路过 他们每周来一次 门口有啥就收啥 错过就要再等一个礼拜 侯墨疯狂地喊叫 他们不停车 喊叫逐渐升级为破口大骂 他们听到后立刻回来 小赐狼你刚才骂什么来着 垃圾工跟侯墨干了一家 并且再也不收他们家的垃圾 丽莎说赶紧道个歉吧 但侯墨在这种事情上隐藏有骨气 就算家里成了垃圾填埋点 我也不会道歉的 从今天开始 我和巴特负责处理垃圾 就这么过了一阵子 垃圾围住了房子 孩子们出门上学前 马基要先用诱饵把老鼠支开 否则谁也别想安全地 跨过这片垃圾海 生活如此艰难 但也无法击垮侯墨 他可能没什么上进行 但在赌气方面 却有着超乎常人的意义 在某个清晨 起床后的侯墨发现 门口的垃圾不见了 他在早餐时间宣告斗争的胜利 只要你够固执 世界就会失去耐心 我要把这句话作为家训传下去 马基见不得他嘚瑟了 说你没赢 是我以你的名义 写了个道歉信 给卫生部长 红墨感觉自己的尊严 跟垃圾一块被收走了 他立刻赶去市政大厅 找到卫生部长 让他拒绝道歉信 并且把家里的垃圾给送回来 卫生部长说 我连续16年选上卫生部长 靠的就是专业过硬 尤其擅长处理垃圾人和事 你那一套胡搅蛮缠 在我这行不通的 不 well we'll see about that 红墨这人搞外门邪道的行动力 超乎寻常的抢 他直接参加了卫生部长的竞选 说服不了你 我就取代你 红墨开始为自己的竞选肇势 让大家看在面熟的份上 投自己一票 工友们虽然不了解 现任卫生部长 但他们很了解红墨 再废 应该也比红墨干的好吧 红墨感觉指望 这些正常人投票 自己挺悬 他得去找一些叛逆的种子 于是来到摇滚音乐会的县城 这里的人大多不走寻常路 红墨混进后台 把自己投在了大屏上 说自己在竞选卫生部长 最大的特点就是标新立议 我一定会把这一片的垃圾 收出特点 收出朋克的色彩 说完他还干了一段舞 台下虚声一片 保安把他当精神病 给抬到后台 表演一个金钟照 给大家助主信 竞选活动很不顺利 红墨对这些老百姓很不满意 甚至有点恨 如果他们敢选我 我上台后 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 现在我需要一个智囊 老毛子 你的名字听起来 也挺老毛深算的 要不要给我出个主意 他们这个小圈子 看着都挺废 但遇到男士 都是轮流做对方的智囊 关键是他们还真敢听 老毛子说 你需要一个口号 好的口号容易给人洗脑 红墨嫌麻烦 说不能找别人做吗 老毛子略做成事 这句就很好 不能找别人做吗 充分抓住了懒人的心理 你赶紧把口号给推广出去 走之前记得把酒钱结了 不能找别人付吗 红墨这小机灵活学活用 给人逗乐了 有了口号 思路就清晰多了 红墨开始为自己的竞选贩卖焦虑 说你们谁想一大早 拖着垃圾去路口 谁想倾入垃圾桶下面 沾的口香糖 街坊们一听 还真不想 红墨试试亮出自己的口号 就不能找别人做吗 红墨现在只想选上 空头支票谁不会开 吹呗 你们不想干的垃圾活 我都能干 搞得大家真的有些期待 加上辩论的那天 现任卫生部长迟到了 红墨说 这人显然不重视你们这些屁民 过了许久 他才急匆匆过来 说我的刹车被人搞坏了 红墨说 不刹车 你不应该更早的到吗 哈哈 卫生部长说 你们就笑吧 我用16年的经验担保这货 搞不好卫生的 可是选举早就不像从前了 正经人随关心常规的福利 他们想要的是超出正常的许诺 听着爽就行 不能实现再骂他 红墨说 我上台后不仅给你们倒垃圾 还顺便给你们洗车通马桶 卫生部长表示不戏 说你们想要一堆空头支票就选他 想要个经验吩咐的部长就选我 这可为难选民的智商了 结果就是 红墨以压倒新的优势当选 现任部长收拾东西离开 走之前警告他 你骗不了太久的 今天吹过的牛就是你明天的泪 红墨什么阵仗没见过 这一点小压力根本不拒 他的那些许诺也是可以实现的 归根结底就是要舍得花钱 他先给大家换了一身优雅的制服 皇家服务的感觉马上就有 人手不够就扩招 一倍不行加十倍 春天真一半人口都成了公务员 再搁在午上门服务 有垃圾的地方就有他们 街坊们甚至有点怀念垃圾 因为这玩意儿现在被整得很稀罕 一个月下来居民很满意 市长却拿着账单过来 说你把未来99年的预算都给花了 你们部门要破产了 凭见官员百事哀 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 抽得红墨像热锅上的蚂蚁 丽莎说每个城市的垃圾都很多 这个工作不是那么好搞的 红墨灵光乍现 不出意外又是个外门邪道 第二天上班他从容自信 虽然办公室里都是讨薪的垃圾工 不就是要钱吗 我红墨有的是 当晚他就带上家人去参观他的身材之道 既然每个城市的垃圾都不好处理 那我春田镇急人所难 把他们的垃圾照单全收 多收点钱不算过分吧 咱们这个矿坑可是很能装的 春田镇表面光鲜 下面却挤满了垃圾 红墨和市长打高尔夫的时候 发现有些垃圾已经抑制不住的往外苦 地下的垃圾冲出地平线 很快占领了春田镇的大街小巷 毫不意外的侯墨被罢免 原卫生部长被请回来收拾烂摊子 他说我不善言辞 就少说两句 你们自己惹的烂摊子 耶稣都收拾不了 完蛋了 再见 垃圾咚咚咚逼人 市长也感觉到形势之严峻 只能启用春田镇的应急方案 他们要把城市整个平移50公里 大号链废了 重开吧 街坊们拍拍屁股走人 留下满是垃圾的土地 被原住民的泪水打湿 初看这集好像在说垃圾问题 仔细想想又觉得是在说选举 为了讨好选民 政客的动作逐渐变形 什么牛都敢吹 选民越来越不满足于正常的福利 这是公共预期管理的失败 政府部门为了出政绩 花钱太厉害 财政赤字的问题又出来了 于是为了财政创收 再彻底牺牲环境 整件事的起点 是为了处理垃圾 维护生活环境 但终点却是彻底毁掉环境 妥妥的南辕北辙 人类的行为很有迷惑性 经常做一些自以为是的努力 听起来都是高大商的理念 可跳出来戏砍 往往本末倒置 画舌天竺 只是换着花样 重复悲剧的历史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